郑女士提供了一张照片 瑜伽馆锁了门 通告上写着 因公司管理和经营原因 从3月1号起 红石殿与宝龙殿合并 所有课程移至宝龙总管使用 优庆瑜伽红石殿在杭州拱树区朝王路上 宝龙殿在杭州渔航区蔚来科技城宝龙广场里面 地图上两地相距18公里 郑女士介绍 她是幽庆瑜伽的老顾客 上一张卡刚用完 去年11月份 又跟朋友拼单 花5000块钱买了精品小班课10节 健康调理团课10节 精品私教10节 我这边的诉求是退卡 你看你还剩多少钱 还没有开卡 这边门店说他们其他就是不用跟他们来讲 他们这里只接受如果你过来上课 他会帮你安排 找到幽庆瑜伽 在门口碰巧遇到了老板 怕老板不愿意跟记者沟通 但一旁的会员们有话要说 打算怎么解决我们这个问题 你把方案拿出来 就是所有的会员他这边来上课 我跟你说 我坐地铁来去12块钱 我一年下来3600块钱的这个路费回来 我可以 我反正我反正退休了 我可以过来上 我知道3600块钱的路费 你能不能报 你能报 我可以过来 解释这样 我只能说实在的 我现在只能保障大家还有客上的这个原则 别的东西 潘老板表示 原先的房东要求搬走 他也没有办法 公司不会逃避问题 转客是目前最实际的解决办法 现场有位会员提出 愿意主动提供场地 房子提供给你 我都已经降低到最低的位置 我说你把大家的客上完 你都不同意 我两千块钱还叫房子吗 我就提出的呀 我就提出的钱 我住的公司 只要他叫老师来 让我们把课上完就先回 那你也不采纳呀 我主动给你打电话 没有说不采纳 你说要还要十天半个月 那最实话要你这边弄好 我才能够去回复我的客户吧 没有 我现在东西就可以搬进去 我两个房子可以穿插的 但是你从来不给我打电话 你又没有解决问题的太多 你接的电话太多了 潘老板表示 愿意考虑一下这个方案 如果我现在搬过去 对不对 你给我用一年时间 对不对 或者就直接是到年底或者怎么样 对不对 到年的情况下 这个是第一点 那么我会登记这边所有的会员的情况 记着离开时 大家还在协商 郑女士说 他想先看看新场地的环境再做决定 1818黄金眼记住报道